男孩捡起地上的钱包 他吃惊地发现 里面竟然是厚厚的一碟百元大钞 男孩忙站起来拿着钱包跑向母亲 女人此刻正在哀求一个男人不要将自己的车拖走 原来 女人已经失业一段时间了 母子两个住的公寓也被收走 近半个月来 母子二人只能住在车里 女人刚才再一次去面试 负责人原本对女人的印象很好 但了解到她现在居无定所 而且要照顾五岁的儿子 负责人虽有些于心不忍 但还是要求她先找到收容所 安顿好儿子再来面试 女人只好带着儿子离开 而此时他们却已经连一个汉堡都买不起了 他们来到车库 看到一个男人将自己的车锁住 因为已经三个月没还上贷款 所以车行的人通知马上会来把车拖走 女人哀求着工作人员时 儿子发现了角落里的钱包 他走过去捡起钱包 好奇地打开后 里面竟是厚厚的一打百元大钞 男孩开心地跑向母亲 这时 男人提出要么今天交钱 要么车行把车收回 女人很无奈 只好带着儿子离开 儿子将钱包递给母亲 并说道 这里有好多钱 母亲忙问儿子是哪里来的 儿子指着角落说 刚刚捡到的 女人打开钱包 她数了数 整整五千美金 儿子很开心地说 妈妈 这样我们就有钱付车费了 女人想了想 有了这笔钱 她可以暂时找个住的地方 可以不用饿肚子 也可以解决工作的问题了 但这些想法却在一瞬间被自己否定 她对儿子说 不 我们不能那样做 这是别人的钱 年幼的儿子却很成熟 她担心着车被拖走 晚上就没有睡觉的地方 母亲健壮 更加坚定地对儿子说道 不要担心住的地方 我会解决 但是别人遗失的东西 我们是没有权利拿走的 母亲决定将钱包物归原主 她翻找着侍主信息 果然找到了一张 写着地址和电话号码的字条 母亲带着儿子来到字条上的地址 在门口她拨通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 男人很意外 她完全没想到 装满了几千元现金的钱包 竟然能被送回 她给了母亲一个门牌号 请她上楼 母亲进门后将钱包递给男人 男人打开看了看 女人的诚实令她很敬佩 紧接着她问女人 有没有想过把钱据为己有 女人犹豫了一下 承认了自己在一瞬间确实想过 但是一直以来 她教育儿子做一个诚实的人 所以现在必须将钱包归还 这时 一旁的儿子对男人说道 我们的车子被拖走了 没有地方睡觉 我告诉过妈妈用这个钱 但是妈妈说一定要归还 男人听后 更加敬佩母亲的坦诚和善良 此时 她向母亲介绍了自己 并说出了实情 原来男人是一个跨国集团的总裁 资产数以一几 每年 她都会做一个测试 就是将一个装有5000美金的钱包 故意弄丢 然后等待是否有人归还 但19年来 从未有一个人将钱包送回来 她一年比一年失望 但今天 母亲的行为令她再次相信 这个世界是有诚实和善良的人的 紧接着 男人看了看手表并说道 谢谢你邀请我过来 你家真漂亮 女人很吃惊 不明白男人怎么会这样说 说完 男人拿出了房屋转让文件让女人签字 作为奖励 男人将这套房子送给了女人 母子二人没想到 竟然有这样的惊喜和好运 说完后 男人离开 女人和儿子也告别了无家可归的日子 母亲用自己的行为 让年幼的儿子懂得 就算居无定所 也要坚守自己的善良和坦诚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好运是善良累积的福报 兜兜转转 终将来到你身边 我来发现 这种改善 我来就看你身边 我来到了你身边